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四年前一名在矽谷接客的高级应招女郎 因为涉入一起命案 让矽谷科技人召记的丑闻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 这名应招女郎在矽谷有多达200多名恩客 每次收费高达1000美元 她因为卷入Google高级主管的命案 让矽谷高科技主管招记的丑闻纷纷浮上台面 当年新闻吵得沸沸伤伤 2013年这名应招女郎在一名51岁的Google高级主管Forrest Hayes 待到私人游艇进行性交易 Hayes要求应招女郎为她注射海洛因 结果因为施打过量导致Hayes死亡 应招女郎在法庭审理期间坦诚过尸杀人 被判刑6年 最近她扶行2年之后获准假释 但是她一步出监狱大门 就立刻被守候在监狱门外的移民官带走了 因为她来自加拿大 坐过牢有前科 根据川普的移民政策 她必须被驱逐出境 新闻继续要提醒驾驶人 今年夏天油价可能要涨了 加州州议会最近刚刚通过 从今年11月开始 每家轮汽油油价将调涨12美分 另外全球油价纷纷上扬 加州又有许多炼油厂减修减产 再加上川普总统下令空袭叙利亚 许多影响油价的因素都正在发酵 而且全国各加油站在进入夏季之后 都将会采用夏季燃料 加州驾驶人在享受了一段长时间平稳油价之后 今年夏天可能又要开始为涨不停的油价伤脑筋了 美国在4月6号空袭叙利亚 隔天全球油价立刻大涨 达到一个月以来的最高点 平均每家轮涨了2.39元 加州油价则是涨了2.99元 油钱伤荷包 但是家里有小婴儿的父母可能会发现 孩子在车上总是睡得特别香甜 福德公司抓住这个商机 计划推出一款模拟车内环境的智能婴儿床 这款婴儿床利用光线 声音 振动等方式 模拟汽车在行径间的车内状态 婴儿床外围的灯光 还会模拟路灯光线做转换 家长还可以利用手机APP 录下车内的声音 APP就会通过数据播放相同的声音和振动频率 要让婴儿入睡不容易 所以有人说 这款婴儿床应该叫哄睡神器 目前这款婴儿床还没有上市 只接受网路预约试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